家里面那个武甲小说里面看 哎呦 大甲贺一航 武功高强 什么什么文职彬彬 这名字还不错 我就问他 他说你用用看 就一用了 用到现在 三十 大概三十几年 不计形象 在综艺节目里面 被当马骑 贺一航今夜精神 表露无遗 白彬彬 贺一航和沈玉玲 一起主持我爱彬彬秀 重现当年秀场风格 还有还记得雄鸡 像田里田鸡 有表情讲笑话 贺一航冷面校匠风格 大受观众欢迎 主持演戏双棋立足演艺圈 实力备受肯定 2006年以黄金夜总会 拿下最佳主持人奖 2016年以长不大的爸爸 拿下戏剧男配角奖 贺一航也曾和诸葛亮 一起在歌廷秀搭档 一搭旧事十多年 演艺生涯以帆风顺 也因此让他染上 不好的赌博习惯 纵横演艺圈 40年经历起伏人生 贺一航八日 还重返录制 我爱彬彬秀 没人发现 他有任何异状 因此过世消息一出 也让所有认识他的人 都打吃一惊 以待大侠 从此活在观众的会议里面 记者台北综合报道